好的 这里是一个难点啊 这里会出现两波小乌龟 小乌龟应该是我们这次挑战最大的威胁 他有点类似于名将里面的那个小胖子啊 曾志伟 然后快打旋风里面那个就是那个 小刺头 三国志里面那个小乌龟 也有个小乌龟 忍者 这个小乌龟的这个外形 大家有没有联想过一个电视剧 就是咱们小时候经常看的 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剧叫莲花争霸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里面莲花争霸里面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角色 反正我是最喜欢的是杨棠 杨棠 因为杨棠那个剑法真的特别帅 一弄就转起来了 那个 小时候说真的 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喜欢沈沈 沈沈 因为他毕竟是主角嘛 主角光环 小时候我也会跟风啊 说我喜欢这个沈沈 其实作为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更喜欢杨棠一点 因为杨棠 杨棠 虽然他傻傻的 没心意啊 经常被女人耍 但是说真的他是一个敢爱敢恨人的 最后啊 我想说的重点的是 杨棠死的那一段被大家看了没有 就是被这个小矮子啊 诸如干死了 跟刚才那个小乌龟长得非常的像 感觉是不是类似于一种兵种 不过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他那个小矮子会遁地啊 就是会钻在地里 还是有点不一样 这个boss非常有意思 这个boss是游戏里面 我感觉他是最弱的一个boss 开场那个阵 阵势非常的吓人啊 乱跑 实际上屁用都没有 这个boss感觉是全场最废boss 我打圆桌之前就是那种非常一般的水平 我都不怕他 圆桌最废boss 好 小乌龟来了 小乌龟来了 小心 别看这个小乌龟 他的装备还是蛮好的啊 盾剑 身上的盔甲都不带少 还有头盔 过去打仗身上一旦盔甲 就是你看那个兵种啊 盔甲特别的稳固的那种 就特别全面的那种盔 然后身上的盔甲 盔甲都有的那种兵种的 就是偏向于比较高端一点的吧 像现在电视剧上演的打仗 就包括小兵啊 盔甲都很全面的那种 那是扯犊子 不可能 除非是那种 就是相当于王牌军啊 才有那样的装备 像普通的根本没有 你看那个三国里面 他讲究的是多少多少 金兵 金兵 像这种盔甲的这种 覆盖率只能占到60% 估计60都占不到 像这种从头盖到脚的这种冰种 那都属于非常强力的了 非常强力的 好的 终于来到最后一关的boss上 这个boss是圆桌骑士最难boss之一啊 除非你掌握了他的打法 不然这个boss真的很容易去 在这个boss上很容易去犯错 第一阶段呢 他骑的是一匹马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个身体不够灵活的特点 在他每次马转身的同时去打他 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他都会用格挡来回避我们的攻击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用格挡去防御他这个流星就可以啊 再利用自身的无敌闪身 给他来一个重刀 好的 下马了 穿上了 这个时候小代也升级了 升到最高级了 现在穿的是薄金盔啊 薄金盔 抢走他的马之后 压板边 中刀 不敢探刀啊 不敢探刀 不能一小时大 先把小兵干完 最后再击杀boss 火 直接丢马 反手道 漂亮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掌声鼓励啊 送给我们的成都小单 恭喜小单又完成了他的一个 里程碑啊 那就是 蓝斯洛特的 无伤 金益币 那么 目前为止呢 成都小单已经是 完成了 全部人物的无伤 挑战啊 大家如果想看之前的其他角色呢 可以在我的 频道里面去翻一翻啊 旧的作品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成都小单的精彩演绎 大家点赞 关注一下 再走啊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咧 转发 咧别整理解 大家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 咧别整理解 感谢观看